哭吐又跑哪去了 老汤伯 乱七八糟的 你这个老笨驴啊 真是的 什么东西都得挂在你的脖子上 你才能看得见吗 裤头啊 在五斗柜的 最下面的抽屉 什么 妈的笔记本上面写的啊 你的裤头在五斗柜的最下面的抽屉 知道了 什么笔记本啊 妈留下来的 妈说 爸如果我什么东西找不到的话 就叫我查查看这笔记本 把我老派的眼睛给我一下 哦 哎哟 就是你爸的老花眼镜啊 老是喜欢怎么随手一扔呢 回头就给忘了 等到要用的时候啊 找不着了呢 就在那儿暴跳如雷 鸡猫子喊叫 其实啊 出不了就那几个地儿了 第一呢 就是床头 那是他的老地儿呢 第二呢 就是在翻电话本的时候 翻完了 就随手啊 慢慢扔在电话机旁边了 要不然呢 就是看报纸的时候啊 随手 就得搁在椅子上啊 他呀 他呀 老是这样啊 一不留神 一屁股 就把那个眼睛腿里做断了 妈 你或许啊 会在 马桶后边的水箱盖上 马桶后边的水箱盖上 因为他 老是喜欢呢 一边 上着大号 一边呢 看着不瞎小说 他要是要让着 找不到眼镜呢 他要是要让着找不到眼镜呢 你们呢 就上这几个地儿去找吧 准没错 肯定有的 嗯 嘿嘿嘿 刚说完你看 一会儿又一屁股把那眼镜腿给做断了 说我 那你呢 人都不在了 还唠唠叨叨的 还能让是不在地儿 我还认为你呢 我还要不在地儿 还要是不在地儿 我还要不在地儿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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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我才不在地儿 我还要仲实 啊 爸 几点了 快一点了 这么晚了 爸 赶快上床的休息吧 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看妮妮 妮妮呢 家里有点事 我先回来了 有事 你跟妮妮又吵架了 爸 别担心 过两天就没事了 爸 快去睡觉 算了 算了 我懒得管你跟妮妮的事 我 ὏ᾅᾄᾅᾅᾶ這今天我会有 你说对应该怎么回事 我今天就试着 你怀疑 我来说 欲碍 在我 Thought 你ог니 那个 你... 哥! 把你吵起了阿風啊! 還好今天趁著有太陽, 我把你的被子拿出去曬過了! 謝了! 又吵架了? 又為了什麼? 都是些鳥事! 爸跟媽以前也是為了鳥事吵, 可是沒人會離家出走! 哥不是離家出走, 哥啊,只是想圖個清淨睡個好覺! 那就好,睡吧! 爸,睡吧! 爸,睡吧! 傅華! 爸還是老看著電視睡覺啊? 他又睡著了? 嗯! 他還跟我保證, 洗了澡就去睡! 我看啊,爸是太寂寞了! 所以傅華,這兩三天, 哥去找了一間公寓, 三房兩廳, 哥想要今天你跟爸一起去住! 還有你老婆! 你老婆! 廢話,她是我老婆耶! 我可以說不要嗎? 為什麼? 你老婆不喜歡我, 你看不出來嗎? 可能啊! 你是我弟耶,她怎麼可能不喜歡你? 因為我不喜歡她啊! 哥,我很抱歉! 其實從第一次看到她, 我就不喜歡她了! 現在更不喜歡了! 你怎麼這麼笨蛋? 傅華! 不能為了哥, 試著去喜歡她嗎? 畢竟她是哥的老婆, 你的嫂子啊! 我試過了啊! 真的沒辦法。 我沒辦法接受一個, 什麼都不會做的嫂子。 我也沒辦法接受一個, 看我像在看神經病的嫂子。 我更沒辦法接受一個 不回家照顧爸的嫂子 婆婆 你這樣說有點不公平 他沒有瞧不起你啊 他雖然什麼都不會做 可是他還是很努力的想要學習 他甚至為了想要學做菜 還跑去上烹飪課呢 只是不和爸的胃口 他也沒有不孝順爸 他不搬回家裡住的原因是 因為家裡太小了嘛 他又住不慣 沒錯 他有權利因為住不慣 所以不搬回來 那我也有權利不喜歡他 尤其當我知道 是我害了你 娶了一個自己不愛的老婆 我就更不能喜歡他了 你在胡說什麼啊 哥 如果當初不是因為我發瘋了 你絕對不會一肩扛起 做好兒子的責任 在清清姐最需要你的時候 離開他吧 胡華 事情都已經過去了 你不要再往牛角尖領頭想了 好不好 哥 你不要勸我 也不用顧慮我 我已經接受了我自己 我只是希望 哥 你也可以做回你自己 只要爸願意 你們可以接爸過去住 我在這裡很好 我跟派熊哥一起顧麵攤 我過得很開心啊 真的 我喜歡住在這裡 請不要勉強我 哥知道了 很晚了 早點休息吧 明天一大早還起來幹活呢 晚安 晚安 好 養小孩 怎麼也吃飯了 還好嗎 快點氣 快點 快點 很快點 別讓我吃飯了 就好啦 天知道跟他沟通过多少次了 钱要省一点花 不要有多少花多少 要为将来做打算 何况我爸年纪大了 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到时候借我爸一起过来住 都话还没有说完 他又去买了一套西装 我要那么多套西装干什么 我身上穿的军服 队上都会配挤的嘛 反正买都买了嘛 一定有机会穿的啊 他也是像你这么说 可是我又不交进一头 要个七八套西装干什么呢 那简单啊 以后只要你薪水一发下 你就先把一半存起来 剩下另外一半 等他花花花花花花到没有就不花啦 所以 你以为他会那么节制啊 到现在三天两头啊 还向他爸要零用钱 你说嘛 哪有一个结婚的人 一天到晚还跟家里 要零用钱的道理 我的脸要往哪里摆 那你就叫他爸不要给他嘛 他是他爸的宝贝女儿 他爸什么都听他的 他搞到 搞得我还差点不能飞啊 为什么 他说 飞战斗机危险 飞叫他爸的东庸关系 给我调个内情单位 你说是不是莫名其妙 我告诉他 好好的跟他沟通 跟他说我想要飞 飞是我的梦想 可是他根本什么都不听啊 说没两句就大哭大闹的 真的是 你懂啦 一定是他为夫妇的事情把他吓到了 那你就站在他的立场帮他想一想嘛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站在他的立场替他想 就只有这件事不行 为什么 因为 只有在天空里 我才可以忘记 我是一个儿子 一个哥哥 一个丈夫 我就是逃富邦 完完全全的逃富邦 这真的好难哦 你妮怕你飞 你又怕你不能飞 那现在该怎么办 也许 也许什么啦 你那开小组会 你怎么不跟我讲啊 你这主题什么主题什么 你疯太兇 你很爱臭热闹的 对啊 快快快 主题什么主题什么主题什么啦 妳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 瞒你的头啦 师父帮她 想离婚 对啦 什么 想离婚 喂老大老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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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给乱吃 话不能乱讲啊 我没有乱讲 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考虑这件事 你们才结婚多久啊 有事好商量嘛 你们不觉得吗 也许早点结束这一段不愉快的婚姻 帮彼此自由 对我跟妮妮都好 万一她又闹自杀怎么办啊 福邦 你该不会还在喜欢倩倩吧 糟糕了啦 左边 左边 太多了 右边 你 这里 你在看人家什么东西啊 大姐 富邦哥今年怎么没有贴春脸啊 好 妈就过世了啊 妈说按照习俗不能贴春脸啊 是哦 可是这样看起来很冷清耶 没办法 好啦好啦 你继续贴啦 我进去帮妈的忙 那妈咱就跟她骂 好 老老老婆 老老婆 过年了 我又老了一岁 咱们就快见面了 爸 这是妮妮啊给你买了新衣服 这个是我孝敬妮的 有钱就自己存下来吗 给我这个老同红包干什么 爸 这我的孝心嘛 来 收下吧 好好好 谢谢谢谢 我收下啊 爸 把衣服换一下 进去看个特别节目吧 我媳妇 你也发烧得怎么样了 快好了吧 难得她要下厨吗 七八道菜搞得她手忙脚乱的 我说了要帮忙她又不肯 爸 她已经为了表现给您看了 好 好 就让媳妇表现看看吧 记得啊 给妈妈留副碗筷 记得 我来帮你吧 妮妮 她七点了 你一道菜都没做出来 哎呦 我也想快一点啊 可是炉子上一个在炖汤 一个在烧鱼 怎么快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炖汤 要花时间了 你一定要先把汤给炖上了 才能准备其他的菜嘛 我知道 所以我不是一来就忙着炖汤了吗 你怎么把鱼给剁了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